我当时闭设的课题其实是做一个共享车库 就是像一个体验店一样 大家可以过来动手做东西 去改改什么东西 我肯定要有一个载体去连接客户和场地 然后就想到做一个可以拼装的这么一个车 我想做一个电气化时代的这么一个全地形车 可以自己装的 所以我这个车的这么一个代号就叫KID 所以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没什么 但等到后来就是把它真的变成一个实际的一个车了 还是碰到很多加工啊材料啊工艺啊这方面的空间 油泥模型我觉得是最困难的 因为我先需要油泥一点点浮上去之后得刮 这个车因为我是处在两个完全两个不同的面 我都完全做不了对称 所以当时是想了一个其实也是土办法 就是用两个那种激光水平仪去做它的对称 旁边都用一点一点的卡板 就是一个截面一个截面做出来 然后再拿到另一边去对称的卡 就一点点卡过来 这样的话才能做到这个车身的左右的对称 那不是我都 оказ是从前几行检渤啊 啊 arlö tenía 暂不握 冷帅 暂不炮 暂不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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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暂不暂暂 表达突破 我觉得这车是个可以拆装的 就是模块化的 我这个车又能在沙漠看 又是能在岩石上看 我就可以通过更换整个悬架 快速更换悬架来完成 达到这一点 这样成本最低嘛 因为车身啊这种都可以共用 然后车架底盘不一样 我想让更多人 在我们这个场地里边 就可以体验到不同的车辆 这些操控的这些性能 就像个签子那样的事 就播到这些 感谢观看